太陽光是太陽光是太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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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回到這次颱風 颱風天印出遊 出遊之後受困 要我們去救他不打緊 還要全民買單 好 我們來看這則新聞 有16名遊客 他們受困在一個神秘沙灘 叫做海石洞 這個位置在宜蘭 結果呢 出動了我們空琴直升機 兩梯次驚險救人 那個地方救援不那麼容易 花了多少錢 73萬 這73萬 竟然還要全民買單 實在是空 現在是在這邊完蛋了 那是滿近的 重點是我們有辦法下去 他們也沒辦法上來 這個太深了 真的很危險 你看他很靠的 你看 好 叫好了 飛機開始 開始上升了 就前面有車子先卡住這樣子 卡住 他們人員有 嘗試出來求救 但是那些人 就是沒有把他們車子移開來 所以導致他們車輛有快 人員這些遊客真的很欠罵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問題 在當地發生過非常多 你剛剛講說 他在南澳那個地方 叫做什麼神秘海 海蝕洞 我先給各位看 他非常激氣 真的非常漂亮 你知道嗎 你看這裡面 因為他非常靠近海 所以有很多遊客 都會覺得天氣好的時候 去那邊 你看這是網路上面 人家拍的這個照片 你看湖光很漂亮對不對 但問題是 你如果是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你就發現說 真的是危險的地方 他在海邊其實非常非常地 他其實就在海 就說他拍照 他就在沙灘上面 所以這個其實你看 那個海水還沒有漲上來 但是海水如果漲上來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就是在這一次裡面 最大的爭議 他現在是這樣 因為現在說有16個遊客 當時10月10號的時候 他跑到你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個叫做神秘沙灘海蝕洞那邊去 因為他一直到了晚上的時候 打電話開始求救 講說我們被困在沙灘這邊 所以就開始找了救難人員 什麼都要去救 但是因為天象其實真的很不好 而且他們也沒辦法 他不知道10月10號那一天 洪台北來他不知道嗎 但我跟你說 他現在問題就是 說有一個就是 你沒有正式發佈海警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這個強制力 說你不能接近 因為如果我正式發佈 你不能接你再去 我跟你說 所有事情你要負責 但是他沒有 所以他有一個空窗在這裡 我們去看新聞也知道 洪台北來 我跟你說有很多人就是 沒命了 我說比較白就是這樣 這個事情是這樣 因為他到了10號晚上 11點之後是打電話 救難人員就沒辦法救 所以後來才有剛剛講的什麼 垂吊 直升機這一次 但問題是這些人被救出來的時候 第一個大家的疑問就是 你為什麼洪台北去那裡 你看洪影這麼大 你不能拿來 我跟你講這就有問題 你知道嗎 這16個遊客的說法是這樣 你剛剛在影片的 就我們剛剛新聞的第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一台便族 住在海邊那裡 對 我跟你講那個神祕沙灘是這樣 因為他沒有辦法 從其他地方進去 他進出口只有一個 所以你所有人進去的時候 他就要從這個路口進去的時候 要開始走… 走到裡面去 你要出來是原路出來 所以只有一條路 這些人的說法是 你畫面上面看到那台車 他們說我們帶就要出來 是那台車一樣抓的 那台車抓的要擋住了那個路 所以我們出不來 這是他的說法 這是第一時間的說法 但問題是人也找到這個 你知道嗎 人家開始講 我跟你講這個神祕沙灘這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當地的業者 為什麼你知道 他們都會弄沙灘車或什麼 就跟你講說你遊客來 我們載你下去 因為你人不熟 是 就有一個業者他講說 那天他們2點多的時候 看到有4個進去了 他那時候看那4個 就跟他講說 現在風景這麼大不要 你不要進去了 結果一直到 傍晚6點多的時候 他發現整個海浪就上來 他又再下去 你知道嗎 看到那4個說 你們4個快上去 這個風雨真的很大 那個浪就上來 我跟你講那4個有上來 這個浪就再下去了 是看他又16個你知道嗎 16個還在裡面 他跟那16個說 說現在趕快上來上來 但後來那16個 看起來是沒有走的 你知道嗎 不聽勸 對 不聽勸 這是第一個 這是我剛剛講的是 有一個業者的說法 剛剛不是說這16個怎麼說 16個說沒有 我是因為車丟的那個 我沒辦法出來了 你會記得嗎 是 結果那個車主也有被找到 那個車主的意思是說什麼 他說他本來2點多 3點多就要走 結果發現到說 後來大概3 4點的時候 因為浪開始上來了 是 要車丟的那個你知道嗎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 所以他們就趕快離開 4車離開 想說大概浪潮退了之後 叫車子來給他 這是他的說法 問題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聽到幾個 那個16個裡面 不是有人講說 什麼一台變主的丟的那個 什麼… 問題是 同行裡面也有人講的 講法不一樣 不是啦 不是因為那台丟的車 是因為他現在坐在那裡 他也有塞車去你知道嗎 他說是裡面有另外一台丟的 大家是要去救那台車 所以才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出來 這是他們的說法 這一定有人說謊 我跟你講 其實最怪的是什麼你知道 我剛剛給各位看 這麼美麗的照片 為什麼要先給各位看這個照片 因為這個不是當事 不是這一次的照片 可是因為業者去勸離他們的時候 業者有說了一句話 他們說我們去的是 你在裡面還有什麼 還有椅子 他帶椅子去你知道嗎 還有帶在帳篷 那他們是要去露營 我不敢這樣說 因為他們沒生人對不對 但問題是這樣 今天大家提出一個質疑 你人家4點多 就發現浪上來了 有人先走對不對 是 6點多還有人去叫老人走 四個也走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離開 你為什麼到半天11點多 你這裡卡電話求救 你現在就困在哪裡 你都不會覺得緊張嗎 那一半就想說 死了 都沒人了 現在海水就起來起來了 沒有 你到晚上11點 所以有人就質疑 你現在是不是 因為真的要在那邊錄影 還是怎樣 我真的想不通 哪天不能出遊 鳳和日曆不能出遊 偏偏要選擇颱風天出遊 特別是令人憤慨的是 我們去救他的這個費用 要全民買單 但是我們繳得稅金耶 剛剛任俊有講 因為你沒有宣布 颱風警戒範圍 所以說它發生了之後 它可以享受 這一個緊急救難的資源 那如果說這一趟花下來 還好是只有兩架次的直升機 它可以 73萬也不少 阿冠 等一下我跟你講 又更多了 很多都是 你光是去年一整年 這個救難的金額就花多少 5000萬 光是這個救難的直升機 它就花了5000萬 那你說以單這一次來講 我剛剛講 兩架次的直升機 如果說以一個小時來算的話 它的工時費 它的航財 還有它的燃料費 一個小時 十七萬一千一百四十九 兩架是兩小時 各兩小時 就四個小時 就是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元 那同樣的 它還有動員的這個消防局 共派出了二十二個人 進行搜救 二十二個人 二十二的人 你不可以只回到直升機器而已 二十二個消防員去 勞失動眾 對 勞失動眾 一個人差不多2000塊 好啦 加起來四萬四 加起來就是你剛剛講的 七十三萬 快七十三萬 那我剛剛也講 去年如果一整年這樣 光是這個救難的一個編列預算 就花了差不多五千萬 五千萬 那如果以2016年 我們現在來看三個案子 2016年有一個九人登山隊 裡面有一個五十六歲的 劉姓旅店員 他去爬山 爬這一個北二段的五明山 結果爬到一半的時候 扭傷了 扭傷了怎麼辦 好啦 我坐那個彈 說打電話 叫這一個空情直升機來救難 扭傷就要直升機救難 對啊 那其他的隊員不能幫忙 其他的隊員 他就留下他 然後跟這個領隊 然後打電話 然後這個三難隊就去救了 他要直升機就是了 那幾天 那幾天風雨還交加 不是一次就救回來 剛剛我就講 這個蘇澳南澳這個部分 是兩架是直升機 然後結果這一次這一個女性 扭傷的這一個 扭傷的這一個 直升機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你知道沒有救到 好啦 經過兩天兩夜 那一個救難隊員 還陪了那個女的 在山上這樣子淋雨 等到天氣放晴了之後 好 救起來之後 光是這一個花了多少錢 40萬 有沒有罰則 沒有罰則 因為他扭傷我們花40萬 只有他扭傷 我們國家要花40萬 40萬 好啦 2014年的時候 又有一個 到玉山去登山的時候 玉山要登山的時候 你要申請 結果他是違規沒有申請 他違規沒有申請 他自己想辦法 他沒有申請 結果他迷路了 迷路了 再打電話救援 好 那這一個有罰則 罰多少 罰3000 但是我們花了 罰3000 罰3000 我們花直升機去救援 花了多少錢 天啊 我們寵紅燈也不止 罰3000 這一趟多少錢 30萬 30萬 好啦 那你帶到五六年前 還有一個 中山醫學大學生 張信大學生 他去爬了這個南投 白骨大山 去的時候 好啦 失聯了 然後打電話救援 結果因為你在山裡面 然後那個 這個救難隊 還有消防隊 他們去救難的時候 他們花了51天 才找到這一個人 找到的時候 是已經一去失守了 那為什麼 他們51天找不到 後來請這個 當地的這個民間救難單位 一進去 兩天就找到屍骨 結果他的家長怎麼樣 提出告訴 提出國賠 結果在2015年一審的時候 判這個南投的消防隊 還有這個南投的消防局 要判賠多少 267萬 也就是說一次事件 我們去救他 如果我們搜救沒有找到他 還要被判國賠喔 有說沒受 打破要賠 所以說 剛剛我還沒有講到說 他花的費用 這花的費用我們不算 但是你救援不利 家屬提出國賠 一審判賠267萬 還好到了2017年 二審的時候翻轉免賠 免賠 不然我們納稅人 錢又要拿去賠給他們家 對 你還要去賠 然後後來人家就講說 在消防局的 消防隊員 怎麼害逃 真是猶功沒想 都破壞了 每次我要去救 救不到的時候 你要怪我 救到了之後 又浪費了資源 那剛剛你看到這個南澳的 明明的風台天 摔的時候 叫你不要去 你瘋子要去 去的時候 我如果救不到的時候 一條人命沒有了 家屬又提出國賠 真的實在是 在國外沒有分什麼 有沒有發警報 還是沒發警報 在國外就是使用者付費了 如果你動用國家資源去救你 你就是要買單 沒什麼好講的 我們回來講這一次的海石洞 浩瑋 你也出過很多次的救援任務 對 這個地點其實救援難度是很高的 不是 相當高 相當危險 我今天要先要跟觀眾講一件事情 因為一般我們普羅大眾 最不會注意一件什麼事情 漲潮退潮 你到這個地方去玩的話 你是在玩你自己命 因為你看那個洞 它可能以前就是因為漲潮 一直把它侵蝕到 這是很危險 因為我們一般人不會注意到漲潮 所以那個洞就是因為漲潮 才會侵蝕掉 表示那個潮水有可能 會高漲到那個位置 你就全部淹死在那邊 好 那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是更讓我覺得很痛心的一件事 你看一架直升機 關鍵你知不知道 一架直升機上面要有四個人 只要是救難直升機上 一定要有四個人 正副駕駛兩個人 還有一個什麼 專機室 專機室就是跟著那個吊欄 我們不會有看到影片裡面 跟著吊欄下去 那個人最可憐 上山下海他都要跟著下去 垂降嗎 垂降他要跟著下去 那個人 然後還有一個機工掌 基本上有四個人 你看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剛剛講的就知道 多危險 這個四個人也是有他的家庭 阿關你看 他的飛機在這邊 首先我們知道 現在開始東北激風開始了 所以風這樣吹的時候 風是這樣吹 對 然後之後呢 你飛機會很不穩定 雖然現在的UH-60 它有滯空穩定器 像我那個時候飛的時候 我們沒有滯空穩定 就飛機可以自己停在空中 我們要自己守飛 但滯空穩定器可以守飛都是這樣 它會有氣流 我們飛機旋翼在轉的時候 它靠近山邊的時候 它一邊氣流會變快 所以那個風切很大 風切很大 這個就叫風切 如果說觀眾聽不懂的話 就是屏東的那個 恆春的落山風 類似像落山風 落山風一樣 它又很強 然後呢靠山那邊 因為它旋翼會產生一個 下降的氣流 叫做下起氣流 所以這個風切呢 如果發生危險 有可能到 飛機會撞山 它會撞山 這個飛機會被吸進去撞山 還有一個就是 飛機本身旋翼 它會有個下起氣流 因為它本身來講 會產生一個不平衡 你靠山那邊的話 會有吸力 就跟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兩個車子靠近的時候 有時候會吸 為什麼 為什麼說我們平常 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有大車來的時候 你不要靠太近 為什麼 它會把你吸過去 吸過去 這也是跟這一樣 因為它會被風捲進去 這也是同樣道理 為什麼你這個山就是那個大車 這個直升天機就是腳踏車 所以它會吸過去會撞山 所以它操作上要很難受 還有一個事情 風切很危險 這個還其次 阿關你看 這個山綠綠的 是不是又有樹 然後之後又有什麼 最後下雨後會怎麼 會不會有土石流 我們怎麼知道 這邊會不會有土石流掉下來 你看今天不有個新聞 在馬路上開那個計程車 對不對 那個土石流 從工廠裡就出來 這個山 你不要以為說 好像是玄武岩印 它可能有某些地方 石頭掉下來 一打到就完了 山崩都有可能 對 我在講我自己的例子 這種地方來講 我之前也有在這個地方 靠近宜蘭這邊救過 救過那個 救援過 對 那我是救什麼 它是叫原木船 它不是貨人 阿關你看 我們看貨人上 是不是擺很多貨櫃 還很平 所以如果說有海難的時候 他只要找到它最高的地方 我們去救到很簡單 原木船上面有很多什麼 有很多支架 那個三個 三叉型的支架 很多 所以當我們舊的時候 我們那個放到 吊花鋼繩下去的時候 舊人的時候 有些人他不會穿那個吊環 所以我們要放吊籃 有些時候我們就要請我們 專機師跟著下去 這都是很危險的 就協助他吊掛 對 因為很多人不會穿 你跟他講 我們有人看過還吊脖子 他快點勒死把他吊山 我們看著都昏了 因為他不會用 所以有時候專機師要下去幫他忙 這還其次 那個吊山 像這種天氣來講 類似那個船就是在這邊擱淺 之前是沒有動力 然後他是夜晚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救護隊 沒有夜市裝置 所以我們不能夜晚救援 所以等到白天的時候 清晨早晨第一班 就起飛去救 然後到了之後 一看我傻眼 風很大 我在飛指令機在那邊 我都自己在那邊晃 然後我們那個機工長 跟那個專機師 如果要下去就更下去 機工長是趴在那邊 指揮我們教官向左 5 4 3 2 1 停 停不住 風太大 吹來吹去 停不住 好不能把人吊上來 你知道我們的吊輪很長 那個吊掛那個繩子 對 人下來 像這次警察也有看 它那個吊輪會旋轉 人上來也會旋轉 然後風大 它會吹著會擺動 鐘擺效應一擺的時候 只要是勾到那個 我剛講原木船的那個繩子 圍桿 就完蛋 我們曾經早期救護隊 救一下直升機 就勾到差點拉去 但是因為我們那個 那整個直升機 差點被拉下去 差點被拉下去 因為勾到了 就勾到那個籃子 然後之後怎麼辦 我們上面有個 就是Release 爆炸裝置 我們可以把它炸掉 結果人摔下去 手被摔掉 還好沒有死 把什麼炸掉 把那個吊掛鋼繩 把那個繩子給炸掉 那人不就又掉下去了 人掉下去 那沒辦法 讓我直升機整個下去 就勾到了 勾到之後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把它 那個是我學長做的 然後就炸掉 所以這個地方 就也很麻煩 這筆錢 憑什麼要全民買單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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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你 不然 有 不好 好好嗎 我